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来介绍指数分配 介绍指数分配之前 我们一定要先介绍它的原始的分配 伽玛分配 伽玛分配 我们在前面有做介绍 伽玛分配有两个参数 一个叫做α 一个叫β 那几率密度函数 我们在前面也有介绍了 有α跟β 这看起来很复杂 其中这个是伽玛方选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介绍的是指数分配 指数分配是伽玛分配的一个特例 它跟卡方分配是一样的 什么特例呢 它是α等于1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α是1 这个地方的α是1 那么1减1是0 所以这个地方不要了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的是 这个是指数分配的 几率密度函数 是β分之1 1的 负β分之x 其中β是正的 那么我们有了这个几率密度函数 我们就可以去讨论它的一些相关的性质了 伽玛方选 这个来说 我们大概看一下 这是伽玛分配图 那么在前面我们也曾经介绍过 这边我们依照了这个α的一个不一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画出的是伽玛分配的图 那么其中我们最有兴趣的是什么呢 α等于1的 α等于1的它是一个严格减函数 它没有这个上去又下来 没有上去又下来的 这些的话 这个是我们所说的α等于1的状况 就是红色的这一条线 那么我们来改一下 α的话固定为1 那么我们改换β会怎么样 如果α固定为1 那么β改变的话 只是会影响到这个 Y拮据 那么这个地方来说 就会变得很陡峭 然后会降得比较低 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它由0到无限大 曲线下所围出来的面积 通通都是1 要记得 这是Density Function 这是我们的几率密度函数 要知道 指数分配的函数的话 通通都是严格减函数 那么我们现在来讨论的是 指数分配的期望值跟变异数 我们看起来是很复杂 其实我们只要有了 动差生成函数的观念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去算出了 一个期望值跟变异数 那么首先我们来 我们写一下 这是R接的动差 也就是X的R次方的期望值 为什么要做这个呢 因为如果R等于1 就是期望值 R等于2就是平方的期望值 那么我们先来算的是 R接的动差 来我们看看 如果是X的R次方 这边就多了一个X的R次方 那么现在我们要解这个 积分式 那么来个变数变换 我们令Beta分之X叫做Y Y等于Beta分之X 是为什么呢 等一下我来告诉各位同学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 把它换成Gamma function 那么现在两边一起为分 DY是等于Beta分之1 DX 现在我们采用的是 将X换成BetaY 那么X换成BetaY 这边就是有R次方了 那这个来说的话 本身来说就是一个-Y 这个地方要知道 这边就是-Y 那么这边的话 我们就继续写下去了 Beta的R次方 放到提到前面去 这边照超 这边就变成了一个Y的R次方 这边是1的-Y 那么注意的是什么 DX是什么 DX就是Beta乘上DY 那么我们看到这边了 这边有两个Beta 是不是就可以消掉了 好 那再继续往下做 BetaR次方照写 0到无限大 这边的话呢 是Y的R次方 1的-Y 做到这边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 什么是Gamma function Gamma function的话呢 是这样子的 0到无限大 X的Alpha-1 1的-X DX 注意看一下 X换成Y 那么这个 岂不就是 Alpha-1叫做R 所以的话呢 来我们来看看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地方的话来说 这就是我们的Gamma function R加1 那么要记得 R加1 R加1的话呢 再减1 才会变成这样子 所以这个的Alpha 就是R加1 好 现在我们来做 做什么呢 令R等于1 这是我们把这个 期望值给逼出来 R等于1 就是期望值 如果R等于1的话呢 就变成了 Beta的R次方 Gamma2 Gamma2就是什么 Gamma2就其实就是 一阶层 也就是Beta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 期望值 现在我们要算的是什么 编译数 编译数 我们回忆一下 编译数是怎么算的呢 编译数就是用 平方的期望值 减掉期望值的平方 现在平方的期望值 就令R等于2 令R等于2的话 这边来算一下 这边就变成Gamma3 3的话来说 这边就是 这边也要改一下 这边就变成了什么 这是二阶洞差 是等于Beta平方 Gamma3 这就是二阶层 所以是2Beta平方 这还不是变异数 变异数是什么呢 这是平方的期望值 好 我们把变异数列一下 变异数就是 平方的期望值 减掉 这是期望值的平方 这位平方 就是Beta平方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了 变异数算出来了 这是期望值 这是变异数 我们利用的是 动差生成函数 用动差的观念 很轻易的把这个 很复杂的指数分配的 期望值跟变异数算出来了 那么我们学会这个指数分配 它的意义就是 可以说明这个企业电话总机 接到第一通的电话的间隔 就是说一通电话 跟另外一通电话 中间我们还有没有印象 布阿松分配 布阿松分配说是一段时间 以来有几通电话的 那种就叫布阿松分配 而这个指数分配是什么呢 它指的是时间的间隔 时间 也就是说它既然是时间 所以它是一个连续型的 两个顾客之间 在服务台中间的间隔的时间 或者是电子零件的 这个寿命的问题 都会在这种提醒之下 常常会用到 这个我们必须要先知道 指数分配的主要用途 是在这个部分 而且它跟这个布阿松分配中间 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 指数分配的几率密度函数 我们刚才已经列出来了 令α等于1的时候 它是这种状况 那么它是一个什么图形呢 它是一个严格减函数 这是 等于 β分之1 1的负 β分之x 那么假设我们要算的是 这个几率 这个几率 总几率我们要知道 这个曲线下的面积都是1 那么我们算x是大于a的好了 如果说要算这一块 那等于什么呢 就是要积分 对这个几率密度函数 由a算到无限大的一个积分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 刚刚好 这个地方刚刚好可以解出来 等于负的 1负β分之x 那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个微分 确实就是这个 这非常好积分 然后积分的范围是由 a积到无限大 无限大带进去 各位同学要知道 1的负无限大 这就是0 扣掉a带进去 我们发现在减负的 那就是变成正的了 所以0再加上 1的负β分之a 这是多少 1的负β分之a 也就是1的负β分之a 这就是我们 几率的算法 我们要知道 指数分配的几率 其实是很好算的 因为它不需要用的 什么其他的分布积分的技巧 它刚刚好就是一个 变数变换 连变数变换都不需要 就直接就积分 这个是很简单的 那么我们这个结果会 后面会用到 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了指数分配的 这个几率密度函数 那么要注意的是 指数分配 它是一个连续的 连续型的 而且指数分配 它是一个 γ分配的一个特例 那么我们刚才 我们介绍的 这个几率密度函数 什么写的 β分之1 1的负β分之x 那么我们还记得 有一个离散型的 几率分配 它叫做波阿松分配 它的参数是Landa ,Landa 各位同学要知道 这个β跟Landa 中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它刚刚好 就是导数的关系 β分之1 就是指的是间隔的时间 Landa值 就是指的是次数 那么如果说 我们把这个β分之1 写成Landa 那这个是有些版本 就有些版本 这个跟不同的版本 都不一样的 它就直接把这边 换成了Landa 那这边就是 FullLandaX 那么这个 我们必须也要熟练